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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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帅 你来得刚好 来来来 我正好在看照片呢 你说 要是没有老师 你能当吴安娜的模特吗 以后要多听老师的 是的 谢谢老师 我跟你讲 陈护斌呢 也是从吴安娜那儿做起的 你现在可以有很多公司联系你 但是你不要随便见面哦 很多陷阱的 你要是不懂就多老师好吗 好的 表现得很好啊 吴安娜老师说你是福星啊 你看这个造型摆的 你看这个表情很自然 二头鸡都出来了 很好很好 老师很满意 你要继续努力啊 持续表现啊 进来吧 你家太大了 我想这么大 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房子 你很快也可以租到这样的房子啊 你不是也赚了不少钱吗 别开玩笑了 光靠打工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好的房子 像你这样的人 一定会成功的 你也觉得我做模特能够成功吗 你随便坐吧 去拿喝的给你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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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极光的爸爸吗 这是极光的爸爸吗 就看到了这个 这些都是你画的吗 嗯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把你照过来的 你觉得这个 跟上一本素描本来的 画得比较好 其实都一样 你只是改了 衣袖这里的曲线 其实说实话 我不太懂设计的 不懂 这极光 我现在再马上去一个地方 我们回来再说 好 也就是说 你朋友设计的衣服 跟我设计的一模一样 对 就是这件 除了蚊子部分 其他的地方 都一样 所以这款衣服 到底是谁设计的 这当然是我设计的了 您确定真的是您设计的 对呀 这些设计 是我在很久之前就想到的 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 对我来说是什么 是极大的侮辱 我是谁 我可是无安娜 对不起 其实我也觉得 像您这么有名 又这么善良的人 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但确实是太像了 所以 我才 算了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 有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 我这花了好久的心血 设计出来的衣服 竟然真的就跟别的设计师雷同 这就好像 从别人的脑子里 把那个人的想法 偷走了一样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撞稿 但是呢 在这个艺术的创作里就是这样 很奇怪 但也很平常 还有这种事 我说呀 这奖金是给你的 收下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换了model的原因 我这一季的衣服 一推出来 就卖得特别的好 这里面啊 有你的功劳 继续努力啊 加油 好了好了 你先去忙吧 出去吧 做这件事就足够的钱吗 偷走我的设计 算这么一点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小偷 我没有偷东西 一开始我觉得奇怪 所以我才跑来找吴安娜确认 但是她说她并没有剽却你的设计 这些都是她想了很久很久才想出来的 她还说像这种设计雷同的事情 在这个领域 是经常会遇到的 奇观 怎么又这样了 奶奶 你什么时候来的 来之前也不提前联系我一下 我为什么要联系你啊 对 奶奶好久不见了 哦 哎 怎么又把门锁上了 开门了 开门了啊 开门 来了 帅啊 哎呦 谢谢奶奶 哎呦 这屋子乱的呦 哎 哎真奇怪了 这这刚回来又睡下了 奶奶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她得了一种会突然睡着的怪病 哎 哎 她其他地方也挺奇怪的 啊 还要哪里奇怪啊 刚才的跟我说 奶奶 你什么时候来的 来之前 怎么不先跟我联系啊 哦 哎说话的口气跟你一模一样 啊 嗯 哦 可能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呃住的时间久了 说话语气也会有些相互影响 哦 哦 原来这样啊 奶奶 哎 我跟你说个事 我刚考完试 约了去朋友家玩 然后可能要凌晨才回来 我不在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叫醒她 哦 哦好好好 不叫醒她啊 不叫醒她 那吃饭也不叫醒啊 千万别叫醒她 你突然叫醒她 会对她身体造成很大负担的 哦 所以要等她自己醒过了 明白吗 奶奶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不叫醒她 不叫醒她 哦哦 放心放心 不叫醒她啊 哦 哦 哎 哎 我可以把他放在那裡 我可以把他放在那裡 奶奶 哎 你看这照片 哎呦 哎呦这不是 我很帅呀 哦 他是这里的模特 哎呦这照片更帅了 是吧 哎哎像明星哎 嗯 像明星 奶奶 嗯 这里的老板 人特别好 我们要是和他说 我们是文帅的朋友 说不定会给我们打个折呢 是吗 嗯 哎呦 好好好 我们去看看 哎好好好 哎 欢迎光临 哎哎好 哎 哎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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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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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啊 进去试试 啊 可以吗 哎呀 去去试试 就 那我去试试了奶奶 好好 嘿嘿 这么贵 说 伯老师 你这是怎么看电的 啊 你看着老太太 跟乞丐一样 哎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是菜市场啊 还愣着 赶出去啊 老太太 不好意思 这边只有年轻人的服装 没事儿 您的 我们到外面去吧 我知道 我陪我孙子来的 没事儿 我们到外面去等 来 请 外边请 对 你谁啊 你怎么进来的 说话呀 这哪儿来的神经病 那岁边躲要走 等我 他就出门了 溜辣 可惜 伟帅 你怎么来了 你之前说这些设计都是你设计的 是骗人的吧 你说什么呢 你偷了我朋友宋苗本里的设计 是吗 你怎么又再说这件事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些衣服都是我之前就设计好的 你是不是又想要钱了 你说 要多少 给你 我根本就不想要你的钱 你要干嘛 你要干什么呀 你要干什么呀 你到底要干嘛 难道到现在你还有狡辩 你不是在抄袭吗 文帅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 这个创作本来就是从模仿开始的 何况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设计师的设计 它不就是一个学生的练习作品罢了 它要是没有我 这些作品根本就没有机会面试 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一个学生的练习作品 是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抄袭 还不是人家的作品比你优秀 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设计不出来啊 够了 你还是想不想当模特儿了 你知不知道只要我一句话 你就别想在这个圈里混了 不能在这圈子混的是你吧 你又是谁啊 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个学生 他就是你拖走那些设计的主人 我的朋友顾七光 你要向我的朋友道歉 并且澄清这些设计不是你的 全部都是我朋友顾七光的 要不然我就把你的所作所为 统统曝光到网上 曝光到网上 你们两个小孩子快别给我闹了 你叫顾七光是吧 行 我现在就聘请你 当我们公司的设计师 这补偿够了吧 你考虑一下 你应该先向他道歉 行 不就是道歉吗 对不起啊 我错了 行了吗 不行 你到底要干嘛呀 还有一个你应该道歉的人呢 你们怎么又把我给带回来了 奶奶 这里的老板 有话要对您说 刚才呢 我们的店员对老太太您太 不对不对 刚才我们的店员对女士您太无礼了 我作为这儿的老板呢 向你道歉 别别别别 对不起了 希望你能原谅 好 嗯 嗯 奶奶 我先走了 哎 哎 好 哎 请问一下 见过这个人没有 没有 谢谢 喂 知道了 听说什么 被瓦斯科揍了 瓦斯科为什么动手 乱扔烟头 他妈多管闲事 这瓦斯科是不是太猖狂了 也他妈不打听打听 他们谁罩着的 你去收拾收拾他 给他整点教训 你派别人去吧 什么 你俩不是已经不是朋友了吗 我最近不太常打架 我《四十八》 你俩不错 我给你了 你俩都已经是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你试镇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吃不够的话就再点吧 今天我请客 你不用有孤单 不用不用 我看了眼菜单实在是太贵了 我吃这些就行了 吃吧 你准备到吴安娜的店里工作吗 不去 为什么 这不就能成为设计师了吗 我不能做暴露名字的事情 什么意思 总而言之我就是 职工的父亲 怎么刚吃完就又饿了 要是奶奶在 就能给我们做饭吃了 不行 怎么着也得再吃点吧 要一起去吗 我不饿 好吧 可是我不想一个人吃东西 奶奶不在的时候 我经常一个人吃饭 但其实 我特别不喜欢一个人吃饭 你知道吗 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觉得特别难吃的东西 两个人一起吃 就会变得特别好吃 你不信 不信的话 跟我走 我给你尝试一下 不要 好烫烫烫烫 哦 我 慢慢来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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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